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全球销量前五的游戏运营商中最受欢迎的三种游戏类别 以及这三种类别在全球各地的销量对比 那么这个它其实也是一个对比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也是通过柱形图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的 但是这个题目本身出的意义 不仅在于让大家要想出这个可视化的形式 另外一点其实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很比较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我这里说的是全球销量前五的游戏运营商中最受欢迎的三种游戏类别 大家看完这个题目之后会不会产生一种疑问 我看看今天就两位同学在 你们可以在聊天框里面去 可以在聊天框里面打 就是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脑海中有些疑问 有吗 或者开麦开麦跟我说也可以 这个汉堡 你可以开麦吗 可以 比如说你看啊对比如说你看完这个题目 你有做这个作业吗 因为我是前两天才报这班所以没有这个作业 没有这个作业是吧 那这样我就比如说你现在就看这样一道题目 就是刚才我其实对于数据也有一个解释了嘛 你也大概知道我们这个数据是什么情况 那比如说我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全球销量前五的游戏运营商中最受欢迎的三种游戏类别 那你看到这个要求结合我们刚才说这个数据 你会有怎样一个可视化的思路 可能是就是算一下它销量最好的 来评估一下是它最受欢迎的这种三类游戏 就是把就是把销量加起来 然后去筛选一下游戏类别 调排在前三的对吧 对 OK 好的 好然后这个其实是汉堡同学的一个理解 那比如说我再问一下叶星瑶在吗 你可以开麦吗 老师 哈喽你在吗 哈喽哈喽 对 比如说看到这个问题 你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全球销量前五的运营商 应该也是先根据销量这个维度挑出前五 然后再根据游戏类别这个维度 再去再去挑最受欢迎的三种 OK 所以你也是你的想法和刚才汉堡同学差不多 也是先把就是把游戏按游戏类别的维度去 然后把他们的这个销量加起来 然后去挑排在前三位的对吧 嗯 OK好的 行那这个这个这个理解是OK的 那么你们的理解是哦 全球销量前五把这个选出来之后 然后去把这个游戏类别这个维度挑出来 然后把他们销量加起来 然后去排名 那你们可以想一下 你把这三种游戏类别找出来之后 他对于这个排名前五的每一个游戏运营商来说 难道都是适用的吗 比如说 看啊 比如说我以下我下面这个图 我下面这个图其实就是你们的按照你们的思路来的 就是把呃 把前五的游戏运营商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把游戏类别销量一加总 发现是呃运动类游戏 射击类游戏和动作类游戏 那么这个是针对于这五个游戏运营商中 这针对于这五个运营商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但实际上 这个情况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游戏公司 所以这个问题他还有一种理解是 针对于这全球销量前五的游戏运营商 里面的每一个游戏运营商 他最受欢迎的三种游戏类别分别是什么 那如果是出于这种理解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 呃可视画面板中 现在这个是基于你们理解 我把全我把这五个运营商全部都找出来 好让我发现排在前面的这三个是呃运动 射击和动作 但是如果只选择任天堂 你会发现最受欢迎的三个游戏类别 其实应该是platform平台 就是主机的游戏 然后rope playing角色扮演的游戏和运动的游戏 这个是任天堂的情况 再比如说EA Electronic Arts 你会发现他排在前面的呃 他排在前面的最受欢迎的三个游戏类别是运动 射击和racing赛车 所以通过这两个其实呃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我去把这五个公司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去看他的前三把把他游戏类别排出来的结果和我们针对于每一个公司细化去看的结果其实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你对于一个游戏公司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游戏商店或者游戏公司的这样一个分析师 你把呃你你你你只去把这五个公司全都挑出来 好然后 你去汇报结果你说我发现最受欢迎的呃三个游戏类别是 这个这三大类 但是如果在之后的策略当中 比如说这个游戏公司要去进货了 他要去他要去细化到游戏类别去呃去选择我们可能第二年要去种要去呃要去卖的这个游戏类别的话 可能你这样最后得到的效果不一定好 因为你被没有细化到每一个游戏公司的这个维度之后下面再去挑选 针对于各个游戏公司来说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其实想跟大家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 同样的一个表述同样的一个需求的提法 不同的人来看这个问题他会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刚才我问两位同学你们是这个想法 可能再多几位同学来再多几位同学来问问他们可能是我说的第二种的想法 因此这个问题他本身是有一定奇异的 呃但那那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业务方来给你提需求 因为他们并不一定了解你这个数据分析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我们去定义指标有不同的口径 然后我们去理解这个数据他会有不同的背景 那么这种都会影响我们最终产出的一个数据分析的结果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实际过程当中要去处理中数据需求的话 一定要确认好你呃你的呃你的业务方或者说给你提这个呃数据分析需求的这个人 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确认好之后再下手去做个去做这个分析 而不是说做完之后啊 现在我们来复盘这个问题发现哦 原来他还有第二种理解方式 原来这个公司想要的是第二种理解方式 而不是第一种理解方式 所以你做的分析不是基于你自己的想法去做的 而是基于跟你提这个数据需求 他想看到的内容去做的分析 这个也是通过这个问题 想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呃语言的魅力 同一种表述会有不同的理解 而这种反映到数据结果上 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数据分析的结果 好然后第二个呃第二个的话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那你在呃选出游戏类别之后 其实下面就是去看这三种游戏类别 在全球各地的一个销量对比 呃那么这种情况下 呃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只要选出呃你的游戏类别 然后去把各个地方的这个呃地区的这个销量放上去 就可以看到各个呃类别地区的销量销量对比了 所以他的这个问题的重点呢 其实是在于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利用这个筛选器去选择变量的一个过程 对比较简单了